早上好 现在是12月19号 今天是锻炼的第18天 我们现在一步步向我们的小山包走去 这是成练的一个比较好的途径 我们现在就往这边来 看见这边的 今天出来比较晚 8点46 所以今天的光线是特别好了 因为冬天这个光它已经变化了 出来太早的话就没有这种金色的光 每天的光线是不停的变化中的 这上面有喷头 我们就迎着阳光而上 沿着阳光的方向前进 这样的话可以晒晒太阳 我们着光而出发 凡是光线照到的地方就特别漂亮 阳光所到之处就特别漂亮 看着金色的阳光 好多漂亮 多漂亮 多漂亮 金色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 感觉就暖痒痒的 你明天就不再更了 你看看 你明天那儿 还有还在一眼中그램上 试试的 韩国瑜和蔡英文 宋楚瑜 中国台湾省长的证监会 蔡英文是念稿 不停的念稿 遭到了许多网友的抨击 蔡英文实际上是1956年8月31日出生的 所以应该称老蔡或者老鹰 而不是韩式叫小鹰 这个是不符合他的身份的 已经63岁了 他实际上是一种幕僚的气质 就是做一个幕僚 出出主意参谋 他自己不具备那种 拍案定夺的能力 拍案定夺他会 幕僚的话他只是参谋 最后让他做决定 他就会惶恐 就是不容易做出那种正确的决定 韩国瑜是 比较铿锵有力 他就是知道 普通老百姓 他心里是想的是什么 为了祖国的统一 实际上是应该支持 蔡赖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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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 这样的高地 我们要去这样的高地看一看 这样光线就好看 光线就真好看 阳光发出这种奇彩虹 让我们能够迅速的北上 现在是南下 方向左西右东上北下南 现在是这边是墨西哥的方向 圣地亚哥方向 我们沿着一笼笼的地上没有种粮食 全部是草也没有种蔬菜 全是种的草 登山锻炼自己的肺活量 要走这种姿自行 执行的话 执行上的比较海拔比较快 也比较用力 执行的话会舒服一点 我们还是走执行 好了 看到我们的椅子 好 坐了 休息了 晒太阳 完成了 登上了小山坡 完成了我们今天早上的 来美国是上学的 现在是非常多 上初中上高中 上大学 读研究生 博士 工读博士 在这边现在非常越来越多了 这就是学习 因为美国是第一名 所以我们要学习第一名 然后中国现在第二名 然后日本第三名 然后下来是欧洲 有这种飞机飞过 飞过天空 跑过去了 已经过了 已经过去了 跑过去了 好的 这就是我们12月19日第18天的成练 就到这里吧 就到这里 拜拜 再见 拜拜 拜拜